那说到快乐 那下面将要上场为您带来精彩分享的这位嘉宾啊 就深谙快乐之道 那我相信大家都一定非常的熟悉他 他是一位满世界和人打交道的博主 那我们又掌声有请 知名博主李雪芹上场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在这么后边还是很紧张的 尤其是刚刚听了前面几位老师的演讲 受益匪险 所以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个发色跟这个PPT 是不是融为一体了现在 是啊 能看见我吗 好 我这为了咱们这个红人杰和微文会 特意展了一个新发色 正式介绍一下啊 大家好 我是来自I'm Social的李雪芹 我们公司这个名字啊 听一下啊 I'm Social 傻意思 I'm Social 我很Social 我们东北话贼社会 对吧 I'm Social 你说全微博还有谁比我更能Social 所以我一度认为 我们公司这个名字就是为我而起的 是不是蒙总 那我今天呢 就给大家讲一下我是怎么在微博上Social的 这个说来啊 我对微博还是有一些意见的 为啥呢 我之前啊 我之前啊 我就跟咱们微博的工作人员 我说咱们商量商量 能不能给我认证一个微博著名社交达人 被拒绝了 人家说了 说因为我不够著名 你说这不开玩笑吗 那我不著名 谁著名啊 对不对 但是微博还是给了我这次机会 让我来讲关于这个互动的主题 所以我是特别激动 也特别荣幸 那么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这个是他们为了佐证一下 我刚才说我为什么Social放了一个视频 主要是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不是下一页 下一页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从特别关注到互相关注需要走多远 这个事说来话场 主要从去年的威风会说起 去年威风会我就来了 当时呢 视频论坛的演讲嘉宾 是我们现在坐在下面的史里芬老师 我们著名的农家乐博主 当时呢 到了观众提问环节 现场观众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唰我就把手举起来了 我就冲到前面去跟他提问 以至于史里芬老师 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认为我是微博安排的Tour 那那次呢 我就通过死别来脸当观众 然后获得了史里芬老师的互相关注 同时呢 还有一个另一个收获 就是我在表白史里芬老师的时候啊 我说 你是我全场 全微博第二爱的男人 虽然他非常不想知道 我第一爱谁 但我还是坚持告诉他 我说我第一爱银教授 然后这个时候 所有认识我和银教授的人 就开始告诉银教授 我说你知道李月琴特别喜欢你 然后我就获得了 银教授的互相关注 从这个视频论坛出来 哎 好巧不巧 我碰见了咱们刚刚演讲的 大面杨老师 画小豆像吗 当时我就死习白来 让他给我画了一个小铜像 假装自己和王校长是一个待遇 从那之后呢 我就开始在微博社交之路上 特马奔腾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讲一下 我是怎么奔腾的 首先第一步 就是积极点赞 踊跃评论 正座评论区交友小能手 我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吧 稍微火了那么一下 对 大家都知道是为啥 我就不说了 然后我就每天在微博上看 我说看谁爱他我了 哎 谁转发跟我有关的内容了 我就找 我就天天看 看那个微博数据日报 哎 谁关注我了 比如说我看到我特别喜爱的青年作家双月涛老师 就转发我的内容 然后我特别喜爱的乐队的主唱苏洋老师 也转发我的内容 我那个时候真的 就像要过年一样 当然一月份也确实是要过年了 我就像要过年一样 我就天天看 看谁 哎 是不是喜欢我呀 但是逐渐的 这种在评论区互动已经无法满足我的需求了 我就开始了第二步 主动出击 四处碰死 我开始在我自己的微博上 at别人 因为啥呢 因为我如果去别人的评论区里吧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如果我在我自己的微博上at别人 就会有无数的网友帮我一起at 比如说之前东东强老师有一本新书 他发了那本新书呢 我就发现我关注的很多朋友 都收到了那本新书 比如说我们刚刚演讲的王建国老师 我就羡慕啊 我就在微博上我就爱的东东强老师 我说我想要一本新书 最后我果然得到了一本新书 然后我还喜欢二种玫瑰 我在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之前 我就天天在微博上 就发我要去看演唱会了 二种玫瑰的粉丝更激动 天天帮我一起爱的梁龙老师 然后我就成功成为了梁龙老师的朋友 而且我前几天还去跟他学习了一下化妆技术 那么第三步呢就要扩展到线下了 用微博拯救社交恐惧 我是一个社交恐惧特别特别严重的人 就是到啥程度 比如说我跟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人一起参加活动 我看见他我是不敢说话的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 我怎么办 我在知道要和谁一起参加活动之前 我先上微博爱他 比如说我之前要跟张维伟老师有一个活动 我在参加活动之前 我就在我的微博上 发张维伟老师的歌词 然后爱他 当张维伟老师见到我的时候 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看见你发我那歌词了 你看他就收到了我喜欢他的信号 那我的紧张感呢也就消除了 所以通过微博呢 我解决了很多我人际关系上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发现 围观网友比我自己还兴奋 而且我去搜索的这个人 我去社交的这个人 跟我越不搭边 网友越高兴 大家特别喜欢这种破次元壁的事情发生 所以呢下半年 我会把搜索 把社交这件事情变成我的内容 把我这个跟别人交往的过程 聊天的过程分享给大家 那很多人会问我啊 他说你为什么执着于在微博上跟人家互动 这就要提到 我说在微博上跟喜欢的人互动 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马斯洛需求层次里啊 社交需求在第三层 满足的是人情感和归属的需要 那么对我而言 在微博上和这些我喜欢的人的互动 带给我的并不仅仅是社交关系本身 更是这个社交关系背后 他们对我的尊重和认同 每一个内容创作者都特别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但是事实就是我们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当然我呢遭受很多的质疑 很多很多人质疑我 比如说我大姑父就质疑我 我大姑父就是我大姑父的丈夫啊 我大姑父就质疑我 他是这么说的 我大姑父是一位年近七十的退休的国家前工作人员 他说略秦你北大毕业 你就干这个有啥意义 第二个是略秦你作为一个女孩 你能不能自重一点 第三个是略秦你看看你创作那个内容 有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方向 有没有紧跟社会进步的步伐 我相信啊这三点问题质疑 他不是少数人 他根本上可以代表了大多数人对我的质疑 让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个大姑父 但是我面对质疑的时候 我会怀疑自己啊 我会想 我说我是不是在为社会生产垃圾 我做的事是不是没有意义的 我会疑惑我说我是错了吗 我甚至会想 我到底是谁 但正是这些人 这些我一直喜欢尊重欣赏的人 他们愿意在微博上跟我进行互动 这种认可和尊重让我知道 我还是我 我选择我现在坚持的事业是对的 让我能够今天站在这里 非常感谢他们 提到我今天站在这里呢 不能只感谢这些愿意跟我互动的人 我要感谢我的粉丝 但事实上我并不是特别 习惯于称他们为我的粉丝 因为我更习惯称他们为 喜欢我的朋友 我每天在微博上 跟大家分享我的家长里短 喜怒哀乐 这些人呢 他们看我的时候 比我生活中的朋友更了解我 我难过的时候跟我一起难过 我开心的时候跟我一起笑 比我父母还关心我有没有减肥成功 所以正是这些人 让我觉得 我理解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鲁迅先生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 叫无数的 无尽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就是这些朋友 他让我觉得 这个世界特别大 因为不管你现在过得有多不如意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角落里的人 愿意理解你和喜欢你 他也让我觉得这个世界特别小 因为那些看似遥远的人 其实就活在我们身边 那我这个时候我会想 我要如何去回馈这些喜欢我的人 其实之前啊 我特别迷茫 因为那个时候遭受批评特别多 我特别沮丧 这个时候呢 我的一位朋友 也是我们微博的一位大V 王春春老师 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特别感动 他说李月琴啊 你的关注和回应要留给爱你的人 他说完之后 我恍然大悟 啼虎关顶 从那之后 我知道 那些喜欢我的人 他们要什么 我是能给他啥呀 我是给他名 给他利益 还是 所以大家不洗脑啊 看一下 然后 我能给他们的 就是我给他们同样真诚和热情的回馈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真的 我看每一条私信 每一条评论 每一条爱的我的微博 我能回就尽量回 我跟我的粉丝们互相关注 跟他们聊天 我甚至知道我的粉丝们 跟男朋友闹了几次分手 又和好了 中间都是为啥 很多人会问我 说你这个过程 特别难嘛 多累呀 对不对 他们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我说我为什么能做到这样 主要就是因为 我没有什么粉丝 没有 还是很多的 开玩笑的 不然我能站在这吗 其实就是要花费很多精力的 但是呢 我有一个粉丝 跟我说一个句话 说热情 我觉得 你就像我身边的一个朋友 我仿佛认识你 他说出这句话了之后 我觉得我做的所有的努力 我花费所有的心血 都值了 我打开了我的生活 欢迎他们走进我的生活 他们愿意来跟我分享生活 并逐步理解我的生活 最后深深地应刻进我的生活 而更令人感动的是 我也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最近呢 我在跟我的室友们拍一个 关于我们室友合租的这个视频 这个内容 就会有人跟我说 很多人跟我说 他说 我看了你和你室友的互动 你们的日常 我觉得我也住在你们家 我们家特别小 这个地方叫二号楼三A 特别小 但来来往往最多就六个人 从来没有超过过六个人 但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 它让我觉得 我们家这个一方之地 装进了成千上万人的情感和成长 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的主题 从特别关注到互相关注 需要走多远 我觉得可能只需要一句 我喜欢你的距离 我们下一个人的情感和尽量 我们下一个人的情感和尽量